桃園灯会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来参观 但是想要看灯会不见得一定要晚上哦 白天也是有很多的活动 主播单位也特别开放了场地 让街头艺人进驻表演 璀璨灯海空拍画面超壮观 桃園灯会开跑以来 每天都吸引大批人潮来参观 不同主题灯区和表演更是吸睛 水上剧场表演还有美丽花灯 都让游客目不转睛 但是来逛灯会不见得一定要晚上才能来 白天也有不少精彩活动 串联的铁环轻松解开 还有一秒逃脱秀 原来是主办单位请来街头艺人表演 有特技还有好歌欣赏 让灯会增添了更多艺文气息 除了主灯区以外 那么只要不妨碍到活动舞台 就开放我们有街头艺人执照的 都可以来登记来参加表演 那来展现才华赚取外快 白天就可以来 因为白天来的游客也很多 所以也可以让我们灯会的时间 有晚上的这个展灯 也有白天的活动 台湾灯会特别开放场地 让街头艺人表演一展长才 也让民众逛灯会感受更多元 三日新闻桃园组合报道